肝筋剛好在呢 就是我們大腿的 內側的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是正內側 我們雙手沿著大腿的內側 由上 海邊嗎 對 海邊啊 對 那你要示範 海邊 早起還是睡前 適合敲膽筋 來射腿養生 請搶答 蕭木齊 早起 猜的 膽筋在哪裡 膽筋是什麼 側邊 對 側邊 那後面呢 膀胱 膀胱筋 後面是膀胱筋 大腸筋在手上 對 大腸筋就是手上 大腸筋這樣子 然後上到就是筆 這是大腸筋 對 在後面這樣整個後座 膀胱筋是最長的對不對 對 膀胱筋最長 雲心度筋最長 誠哥你好厲害喔 早起 我覺得是睡前 我的天啊 早起 請接腳 好 早起 我還打一下 我還打一下 好 膽筋呢 就是在大腿的外側喔 所以在我們早起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呢 多多敲敲膽筋的部分 然後呢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下肢的循環能夠增加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比較容易 下肢肥胖或者是腫脹 那早起敲膽筋 而如果是到了晚上呢 則是要推肝筋 肝筋剛好在呢 就是我們大腿的 內側的這個位置喔 那我們就是呢 正內側 我們雙手沿著大腿的內側 由上 對 海邊啊 對 那你要示範 然後由上往下推 大腿的正內側 對 然後大概重複個50到60遍 然後一遍大概呢 是這個四下左右 所以大概就是要推個 這個兩百次 來 請選擇 八樓之二 帳單的旁邊 不可能是帳單嘛 對啊 不可能吧 哪有 上次老師說 他連三個就都三個 對 三個幫幫忙連一起耶 開箱 不可能啦 真的啊 太慘了啦 帳單上面怎麼會是帳單呢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幫我把幫幫忙連一起 怎麼這樣子 這次抽到的是 不會是我自己的帳單嗎 吳立佩 那一定很多耶 那一定很多耶 那一定很多 酒店客房住宿費 四千五百三十四元 你真的有點衰耶 你今天 你剛好左右兩邊的鈴鐺 都把你附了 怎麼會是 你是 我不要搶答了好了 所以 我等一下直接旁邊坐 所以你在蹲機木鈴上 坐得是特別好的 謝謝 謝謝 好 還有二十二秒 不要放棄 蕭木齊 請出現禮 蕭腿粗壯像蘿蔔腿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肥腸雞孩式比目 魚肌過於發達所致 請搶答 蕭木齊 漂亮 來 我剛搶到耶 我的答案是肥腸雞 比目魚肌在哪裡 都在小腿 兩個都在小腿 妳為什麼對小腿結構 那麼了解 為什麼對小腿那麼了解 我做醫美的 醫美 對 很常看蘿蔔腿 一堆兔子跟在後面怎麼辦 所以肥腸雞 大錯就完了 書也見回一下 沒問題 老師今天的書很好用 不要學了林巧薇 很好用 不敢面對事實 因為講錯就完蛋了 肥腸雞 請揭曉 好 現在我們小腿有兩條 非常重要的肌肉 分別就是肥腸雞 還有筆目魚肌 但是在這個比較表層的部分 是肥腸雞 所以通常我們看到女生 很常做運動 或是太常穿高跟鞋 很容易一直不斷的 鍛鍊到肥腸雞 就會看起來小腿是 比較像蘿蔔腿 也比較粗一點 因此會有很多人想要 然後把這個肥腸雞 用一些方式 比如說打肉毒 或是什麼把它去掉 那筆目魚肌 它是在更深層 更理念的部分 這樣支撐我們小腿的肌理 跟重量